我有吓到过我一个外国的朋友 就我以前在 在瑞士打工的时候嘛 在餐馆 他有一次到中国来旅游的时候 他找我 他以为我还是 以前那个 在他店里面打工的那个小男孩 那些年是我过期的时候 他到中国来吃饭 我开了火锅店 我开了五家了 他就觉得哇塞 你怎么在中国开五家 你应该很赚钱嘛 什么时候说 哎呀你来啦 我请你吃火锅 把他带到店里面去 他看到我吃什么鸡爪 他已经开始有点疯了 看到出来什么 肠子啊鸭肠 他已经觉得啊 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换个锅 他要吃个番茄的锅 他说我给他换个番茄的锅 他自己管自己吃 吃点肉OK的 他最后风在什么时候 就拿上来猪脑 因为我很爱吃猪脑 你懂吗 猪脑花 外国人看到这个内脏猪脑 整个人就发生 他说这是什么 我说Brain 我说PickBrain 在他的印象中 我吃PickBrain和吃CopyPrain 是没有区别的 他觉得你是僵尸 真的 一辈子都没有联系过 我到中国来以后 他得过砸了 他最后面的 我一定会看起来 说 我可以说 你不能看起来 我可以看完 你不听 我可以看起来 我可以看起来